瀑布还没有看到 就先听到了它的声响 昨夜下了一场不小的雨 水位明显的高起来 水流明显的急起来 早春 阳光明亮 空气清凉 这段狭窄的河谷两边是岩石 河水时常漫出 漫过两人高 游人在这里可以看到 过去九十年 一连串最高水位的刻度 现在洪水还没有下来 河水还是清澈的 走上河边的山路 蓝天白云 树枝光秃 落叶满地 寂静的山路 用宋代文章大家苏时的话说就是 四十只井不同 其乐 亦无穷也 夏天 这条山路两边 可以捡到很多泡泡果 气味甜美 味道干美 果肉细嫩 越过山极走进另一条河谷 再走上另段山极 居高 零下 眺望 波多马克河 宽阔的转弯处 和上游的 又直 又窄的河道 这样的又直 又窄的河道 只能用鬼斧神功来解释 放船下水的斜坡道 寂静无人 坡道上头 清澈的小溪 急急地向下流 小溪清澈的水 显示这国家公园的水土保持 非常好 在返回高处 站在峭壁上 俯视斜阳下的河道 一阵阵风吹来 再走上山路 经过一小片湿地 听到了青蛙的鸣叫 在这二月下旬的时候 小河道